大家好啊 然后我做这个视频 这个游戏叫做什么什么 Throw the Edge 穿越历史啊 这个是个卡牌游戏 我并不是推荐大家玩的游戏 我要做的就是修改 把它变得容易 我玩游戏的宗旨 这是单机游戏啊 不开玩笑 是单机游戏 我不会玩这些游戏修改的 所以说大家不乱先 我不会在线上作弊 这是单机游戏 然后单机游戏是什么 就是要玩的爽 玩的爽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你必须有超能力 就是说你在现实中 你没有什么能力 你能力很弱 你被一切很多事情阻碍 但是在游戏里面 你应该无所不能 你不应该再受限制 所以说啊 等一下我会用一个软件 来修改一下 现在先进去吧 开始这个游戏 自定义 开始 然后先进来这个游戏 就是卡牌 然后抽牌 哪些游戏先看 他有什么可以修改的地方 首先肯定是点数 看到吗 限制性的是点数 这个点数限制着你的行动 现在只有一个点 你要抽这卡牌 你要怎么打败对手 你要有更多卡牌才能打败对手 你才能输 你才能爽 所以说 如果让你在短时间内爽的爆 那么你就需要 这里多到爆 这个点数多到爆 首先呢 先看这一个点数 所以说我们打开CE 啊 我老朋友 这个东西是之前 我玩红井的时候 想修改的时候 去到了 现在现在呢 打开CE 首先要找 第一步骤 第一个步骤 打开进程 先找到这个进程 当前程去 找到这个游戏名称 打开进来 好了 首先先找一下这个 这个数字是1嘛 这个1 一个点数 先找个点数 1 手数上描 这一大堆 不急不急 等它变化些 然后随便点一个 花费一个点数 要变成0了 然后再找 这个数字要改成0 再次掃描 还是很多 没关系 先结束这个回合 然后等一下 等它们改变 好了 现在满了 变成4的 变成4以后 我们就 再改这个数字 改成4 再次掃描 好了 这有一堆出来了 但是还不确定是哪个 再等一下 再花费一个 变成3了 这个应该更加准确 你越来越接近 那个重要的数字 好 就在这两个里面 再来一次 别想饿了 再找 一步一步推进 再次掃描 就这两个里面改 先都把它拿出来吧 然后先改再试一下 先把它改成4 看看 然后 没变成4 没变化是吧 你要激活一下它 发动一下 不是这个数字 应该不是这个数字 要变成1了 再改 就在这两个里面 那我应该是第二个 改成4吧 起火一下 哦 对了 对了 变成4了 看见没 这里变成4了 就是这个了 现在所以说 既然找到准确了 那么就应该 啊 999999 卡了 看见没有 卡了 说明数字太高了 帮你存了 等一下 看看是不是数字太高了 崩掉了 不好意思 好像应该崩掉了 我先重启一下 这电脑 拜拜 我先暂停一下 好了 我又回来了 哈哈 重新开始了 修改过头了 然后报内存了 然后重新回到这里 好了 现在是再重新再找一下吧 呃 文件 打开进程 然后找到这个游戏 再次打开 首先找到1 新的扫描 重扫描 一大堆 不怕 变成0 再次扫描 一大堆 不怕 下回合 要 等一下 不紧 不是 早上 老规矩 变成4 再次扫描 一大堆 花 要卡牌 变成0 再次扫描 在这两个里面选 把它都拿出来 首先先过来改这个 改成 改成6吧 不改这么大 可能改改太大的话会爆内存 不对不对不对 那么就是应该这个数 改成6 就应该这个数了 好 就这样 这样我们有比较多的多的优势 我剩下一个再改 这个变成5 那么我把他变成7 好 变成了 看见没有 那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我们就有比对手多的多的优势 那么这个你就可以很大的优势去战胜对手 那这个游戏其实已经没有难度了 可以说 几乎没有难度了 你要做就是很爽的虐女的对手 你看他只要三个点数 我却要一二三四十个点数 你看你看你看 不错 好了 就这样吧 这个视频就这样了 拜拜 我去记得六十四 下次再见 得翻唱 我来到过来 你不知道 我来到外面 还找我看的 但是我会去看 有一个结束 那有一个结束